那雪,白得栩栩化化,愣得轻轻醒醒,那不安还不绝一样难进的气势,压着人呼吸困难,心寒谋酸,不过要领略,白云回旺河,今晚入堪无的境界,仍是来中国,台湾吃度很高,最富云情云亦迷离的情调,属狗的人被人倾斜,出年的才如泰山,可好前夜如水冲沙,其是金钱如浮云,穿于交际, 人缘极好,为人谦逊,凡事都是以德福人,阿树狗的人在日程工作事业中都属,比较顺风顺水的,在外人眼里的树狗的人充满了斗志,欲激情,2018年喜德太阴,福星和天德大吉星入命宫,运成成吉祥,大金狗注意了,明天偷袭就要来,转发,定得一喜,树狗的人,有着很敏锐的观察力,除此之外, 他们十分重视周围的工作开展,他们深受新鲜独特事物的吸引,并且有恒心完全弄懂他,事实也确实如此,他们时常会犹豫爱好,而对一件事群根究一底, 输狗的人,在脑袭一段时间,但是吃了不少苦,总是重重,本年上半年也是展开平平,没有太多收获,下半年开始,若是便会好起来,想做什么都可以成功,财源茂盛,可积累不少的财富,过上幸福日子,输狗的人办事踏踏踏实实, 以致力强,坚持原则,并莫本身的勤诚和尽力,能够得到一定的产业,属相为狗的人,老是爱好买头苦干, 循序渐进的朝着既定目的进步,能省认多种事情,能省为有良的息息,个别老板,壮师,大夫,公务员等,输狗的汉子家庭观点很重, 同树狗人构成的家庭比拟老虎,如能客气接受他人看法,曾经办事,便可望吃贺头,无往不利,采洗病治,逢凶化疾,直上层领,坐上高位, 林友俱赋,属狗人头脑聪明,精于打算,做事坚决果断,敢作敢为,从不做让自己吃亏的事, 赛量大,自信心特别强,为达目的可以不惜孤出一致,不过爱面子,喜欢在众人中充当老大,不容易佩服别人, 自年出生的属狗,人为人忠实,与人合作没有心计,不愧是骗人,是个好搭档,好伙伴, 狗年生的人,命中注定,大多数到中年以后,才又不可想,早年多奔波,忙碌又辛苦, 中半年才能享福,数狗人文文,超义,有较大的衡量,可有时,难便多疑, 他们不喜欢别人看到自个的悉数心理,随时随地在意别人的观点, 在众人中,习惯性的会将自个的父亲躲藏起来, 十分留意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言行,表面,还常常改动自个的生活方式,逃避别人的留意, 这种方位的天性在他不如意识,显得十分险着,这是他胸情不宽广的一面, 祝愿书狗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书狗的家人,和亲朋好友, 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巴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好三元,吉祥如意, 招财奈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,数数人家数开光转运狩猎,财运事业关闭必备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